弟兄姐妹平安 这一次灵命晋升会 我要讲出埃及记的后半段 一共有四讲 我给这四讲一个主题叫做 神人之约 他我之间 我想等到四堂结束之后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用这个主题 神人之约 他我之间 我原先也不知道 余弟兄要讲出埃及记 不然我会跟大会建议 我讲前面四堂 他讲后面四堂 这样我们埃及出了以后 他讲约书雅记就更顺一点 现在我们两个交接地讲 你们一下在旷野 对不对 一下要出埃及 一下要进迦南 心里面很彷徨 不过不会的 都是在信仰的里面 其实是非常精确的 上帝从始至终都没有改变 我们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仰望你 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 今天把这个时间交在你的手中 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求你带领我们 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你 求你接受我们的敬拜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Amen 昨天我提到我11岁信耶稣 就在一个小教会里面 那个时候是在一间改革中的小教会 每一个主日敬拜 都有一个程序 就是我们要站起来 把十戒读一遍 由于每周都读 过了不久 所有的会众都会背诵十戒了 因为每周都念 更多认识基督信仰以后 就有一点疑惑 就是十戒在旧约时期颁布的 那么我们通常会说 那个是律法 可是到了新约时候 我们又说是恩典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听信息 就这样子跳来跳去的 看圣经那个时候的解释 也没有很系统 不像各位现在 真是很方便 真是很方便 你无论查什么资料 只要你会谷歌百度 就问题不大 对不对 你们要看什么信息 想听谁讲 高兴看他就看他 不高兴请他退去 下去吧 他就下去了 对吗 而且你还不需要 用嘴巴你一按 他就不见了 然后你再找 所以你们要什么就有什么 我们那个时候是搞得很混 为什么会这样呢 如果牧师不讲 我们简直就是搞不清楚 后来我就慢慢地发现 读到新约的时候 新约有很多耶稣的言论 或者书信的信息 不是很好吗 难道没有比十戒 更重要的经文 让我们每周都读十戒吗 比如耶稣的登山宝训 也很不错啊 对不对 你把那个登山宝训 背下来多舒服啊 突然觉得说 哦 我懂了 原来这个叫做 为异受逼迫的人 原来我突然知道了 或者约翰福音一章 一到十八节也很好啊 把耶稣基督 太初有道 一直到怎么样 成为我们的生命 然后照进我们里面 然后律法和先知和恩典 是怎么来到我们当中 也很棒啊 不然的话我们来点软性的 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也很好 对不对 让那个夫妻天天为对方死 好 叫对方可以活 哥林多前书也很好啊 哥罗西书 以福所书里面 都有一些圣子论 哇 那个读起来 你一懂以后就觉得说 我要跟随他 为什么我们每个主日 都要读十戒呢 等到我更多到各地去服事以后 我就发现 原来每个宗派 不同的教会 都用不同的方式 在诵读圣经 所以其实重点 不是哪一段比较重要 重点是 我们能不能够 把那一段真正地明白 并活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今天要回到 这一次我们的主题 以神人之约 他我之间的第二讲 十戒于我 十戒于我 我们都知道 十戒对摩西时代 神的百姓 直到现代的犹太人 如果是近前的犹太人 都相当重要 而且至关重要 但对于新约的基督徒呢 尤其是21世纪 在血统上 像我们这种外邦人 到底显示上帝 跟我们怎么样的关系呢 早上我要透过 四个简要的说明 重点完全放在 十戒这十七个经文上面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曾经听一位讲员 他一届一届地讲 讲了十次 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把十戒跟我这个人的关系 做一个鸟看式的介绍 盼望我们弟兄姐妹 不仅可以建树 还能够建 建灵 建树如果建灵 你的生命就会有通透的感觉 我们讲四点 第一点 第一点 十戒的形式 显示出 神与他的百姓是 有一个空格 请你填下来 我 你的关系 你有讲义对不对 请你拿出来 我知道这个 你先写下来 没关系 怪怪的对不对 什么就是我 你的关系 不太容易明白 十戒的形式 是显示出 神与他的百姓 是我 你的关系 我们读一读就好了 那我们当中有些人 对十戒很熟的 跟我这种一样的 都会背的 那也有人可能比较不熟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 二十章的二到十二节 二到十二节 这样我读一节 你们读一节好吗 第二节 十戒里面这样讲 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 为奴之家领出来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 水中的百物 爱我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慈爱 直到千代 当纪念安息日所为圣日 但第七日是让耶和华 你神所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 仆悲 牲畜 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 在耶和华 你神所赐你的地上 得以长久 你读这段经文 如果我们不从 十戒的具体 一条一条的内容来看 而是从十戒 整个的形式来看 我们会发现 十戒是一件 很特别的事情 就是十戒的形式 显示出 形式啊 显示出 颁布十戒的神 是要把十戒 颁布给谁呢 你们刚才念完了嘛 对不对 颁布给谁 刚才让你们念 你们又不念 对不对 请问 颁布十戒的神 是要把十戒 颁布给谁呢 以色列人 是吗 你上面有看到 任何一个字写 以色列人吗 他的百姓 你有看到他的百姓吗 你 你 为了这个缘故 我宁愿拖一点时间 我们再念一遍 真的 我们没有搞清楚 十戒到底写给谁的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其实我们的信仰 有很多的问题 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对一个假设的东西 他不是对我说的 我们再念一遍 我们再念一遍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 这样就 大家都可以看嘛 然后你边念的时候 你心里默默地数 好不好 如果你是 那个脑子 不能够很 一心二用的 你就 我就一 对不对 你就一 看看有几个好不好 来 我们一起来念 我念你 你数好了 这样你比较不吃力 我念你数 耶和华就是神 对不对 那写给谁呢 就写给你嘛 对不对 我们看几个你 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曾将你 从埃及地为奴之家 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 水中的摆布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耶和华 你的神是祭邪的神 恨我的我 我必罪到他的罪 自负己子 直到三世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慈爱 直到千代 不可望称耶和华 你神的名 因为望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 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纪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 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 向耶和华 你神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 你和你的儿女 仆悲生住 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 无任何功都不可做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 造天地海 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变安息 所以耶和华赐福 以安息日 定为圣日 当孝敬父母时 你的日子在耶和华 你神所赐你 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请问写给谁的 你 写给你的 写给你的 原来神告诉 以色列人 或希伯来人 说你 对吗 你知道这个你 这个你不是个负数 是个单数 那就怪了 以色列人是多数啊 等一下我会慢慢讲下去 但是这里讲到 把十节颁布给谁呢 是你 而那位颁布的神 是谁呢 是我 所以祂是以 我跟你来对照的 如果你从中文和合本 刚才我们的翻译来看 在这十二节当中 我出现了八次 你出现了十三次 这个只是省略翻译 因为你知道翻译的过程 都要让大家念得很顺嘛 是不是 如果你准确地把每个神 自称为耶和华的神 或我的概念放进去 再把每一个省去的你都找出来 就在刚才我所念的这几节当中 有我跟你各出现二十次左右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强调用你呢 这有什么重要性呢 神为什么说你呢 这就是十节和其他宗教 或政治性的条约 法律命令 典章制度 最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当我们读十节的时候 我们就都喊 它是摩西的十节 我们是耶稣的门徒 对吗 那是给摩西的百姓用的 我们是耶稣的门徒 我们不用那一个的 或者以色列人说 哦 原来是摩西的十节 是给我们的 其实不是 因为这里没有我们嘛 也没有你们嘛 只有什么 只有你 你条约或者契约 通常是两个团体互相约定 或者我跟你 或者我跟你 用以约束这两个团体 而法律 规章 命令 典章制度 通常这是国家 或有实力的一方 或组织 或公司 来对于他管辖的对象 或百姓 所立下的规矩 用以要求 和约束他的对象 当这样的时候 两个团体 或者一对多 或者多对一的时候 通常的多的那一面 都不是所有人都同意 对吗 最近俄罗斯跟乌克兰 在打仗 是不是 我们不参与政治 也不参与战争 他们打到最后 一定要和谈 对不对 不然就要有一个国家投降 不管做什么结果 我们就以比较好的结果 就两边和解了 签了一个条约 你觉得 所有的俄罗斯的百姓 都同意吗 不同意啊 有的人不同意啊 所有的乌克兰的百姓 都同意吗 不完全同意啊 你们美国最近 是搞得有点点 让我们在外面 有点点压力 对不对 因为你们的压力 就是全球的压力嘛 你们的选举 造成全球的不安啊 选完了还不甘愿 对不对 我不是在讲什么川普 拜登 你不要搞错了 美国是个民主国家 每四年都有一次嘛 输的那一方都满意吗 不满意 白宫要不要让出来 你打进去看看 他就要处罚你嘛 那不然你要闹内战吗 南北战争吗 我的意思是说 没有两个 没有一个条约写出来的时候 两方面的人都全部同意的 没有 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当耶和华神 跟以色列百姓 定这个约的时候 他没有用你们 他用你 他用你 换句话说 是给你们 西伯来人的 但是是你 作为西伯来人的你 你可以不要 你可以不遵守啊 一般而言 这些的所谓条约 章程 合约 典章 制度的两兆 都是团体对团体 团体对个人 但实界的形式来看 却是神对 你 当时他颁布的是 有一群百姓 可是他却说你 我不知道在今天以前 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姐妹 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神通过摩西所颁布的实界 我们以为是神和西伯来人的关系 是 看起来是 是神对着以色列众百姓说的 但实界的形式 却显示出 从神的角度来看 实界是我耶和华神 我现在是替他讲话 实界是我耶和华神 和你这个个人的关系 在摩西那个年代 这个你当然涵盖了 以色列的众百姓 就是那些出埃及过红海 直到西乃山下的以色列民 但奇怪的是 神却不说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在实界的时候 他曾经在别的地方 说我是你们的神 来到实界的时候 他说我是你的神 他说我是你的神 他说成江 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 却不说成江 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 领出来 然后说我是 耶和华你的神 当然这个你 有人就说 他是个collective noun 就是叫做集合名词 这个英文 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当然各国都有 还有一种叫做 荣耀的多数 对不对 皇帝都说我们 只有他一个人决定 他说我们 独裁者都说我们 但只有一个人 对不对 因为我就是我们了 上帝讲话的时候 也说我们 因为他是最伟大的 他说我们 就是我是全部的 可是当他说你的时候 那就是你个人 就不是你们 他可能是collective noun 他可能是一个集合名词 可是我们不能说 他是集合名词 所以以色列百姓 大家都必须遵照实践 我不需要 因为我是collective 里面的一个 你听得懂吗 所以我包裹了就进去了 这种事情很多啊 这种事情很多啊 我爸爸 我爸爸那个 很不喜欢我当传道人 我当传道人的时候 之前我一直跟我爸爸 弄了十几年 后来等我要做传道人的时候 我爸爸就写一张条子 给我用铅笔写的 我爸爸自非常漂亮 在那个年代 他现在都九十几岁了 那个年代在台湾 没有出国 他都念到硕士 五十几岁才毕业 他四十几岁才去念 然后五十几岁毕业 他二十几岁就拿到学士 然后将近五十岁去念硕士 然后拿到了 他现在已经 当然已经走了 现在九十几岁了 他写了三个字三个字 四个字四个字写给我 他一辈子没有写东西给我 因为我爸爸是一个 温文如牙的人 从来口不出恶言 他写了四个 十二个 三三四四 十四个字给我 我看了我眼泪都掉下来 我爸爸虽然是一个正人君子 可是他信耶稣就吊儿郎当的 因为他就觉得没什么 因为他人很好 他常常跟我说 我不需要好好的信耶稣的 将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我可以跟上帝说 你把你的儿子 给了我 我也把我儿子给了你 所以你一定要让我进来 他不好好追求主 他每次跟我说 你好好侍奉主啊 将来上去的时候 我拉着你的裤管也进去了 所以神是我们的神 不是我的神嘛 对他而言 神是我们家的神 不是我的神嘛 神是我们教会的神 不是我的神嘛 换句话说 当有一个人 他认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把他放在我们的时候 他很多时候 就没有把自己放进去 对吗 你们同意不同意 我们的意思表示 你们都应该做 我可以逃掉 我们的意思是 我可以拿 多的 看起来你们教会 真的是好 好 naive哦 你们都不这样子的 公家的东西是谁的 公的嘛 那我当然可以拿 我公嘛 那公家的事情谁做啊 你做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做嘛 你知道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在信仰里面 为什么在世界里面 神不说你们呢 因为神要做我们个人的神 我再说一遍了 我们个人的神 换句话说 神跟他的百姓 一方面是神和一个团体的关系 但从世界的形式来看 神更看重的是 他跟他百姓的关系 是我与你的关系 而不是我与你们的关系 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的基督徒 他信了之后 他就迷迷糊糊的 他马马虎虎的 因为他不知道 神要跟我建立关系 他只是以为我们有关系 这样看来 当神透过摩西颁布世界的时候 他就不只是一个 受时空限制的行为 听了懂我推理的过程吗 我跟余弟兄 是完全不同的思路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讲到真是厉害 真的 我是真的很佩服 他什么经文都滚瓜烂熟 而且从这里串到那里 我没办法的 我们这种人脑筋 真的比较简单一点点 只能弄这个 我们是那种 多一个字 不如少一个字的人 所以到现在我绝不出书 为什么 因为我的研究所的老师告诉我 你写的文章丢到地上 没有发出框的一声 你千万别publish 听得懂吗 叫做直地有声 对不对 那我们丢下去都没声音了 都不敢出书 所以每一个字都是 字字都要很小心 他说这样看来 神透过摩西颁布世界的时候 他就不是一个受时空限制的行为 只用在神与当代以色列人之间 而是一个神与在历史上 只要和他有神人关系的人 所定立的通则 这是他第一次对所有的人说话 换句话说 时间没有时间性 不只是适用在旧约时代 也没有狭窄的对象 也并非只适用于犹太人 从今天来看 只要是认定自己和神有 你我关系的人 实际都是对神对我们说的话 那当然这后面很多神学的东西 我们都不要去讨论它 这句话同时也显示了 不是自以为是基督徒 或已经受洗 或者是在教会会有名册 找得到你名字的人 就是属神的人 对吗 因为我们是包裹进来的 我刚才还在跟 黄小时长老说 我说 我看到他我就很敬重 我 偶尔会看到他 我很敬重 他并不是 我其实并不太认识他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97年 我来你们旧堂这里讲道 那就 黄小时长老就请我吃饭 然后我们几个阮大端长老 几个周传处长老 还有 于 于 红杰 是不是 于木杰 于木杰长老 然后一起吃饭 然后在那边聊天 那我为什么说 我看到他的时候呢 我很敬重他 因为你要知道 一个小教会变成一个宗教会 一个宗教会变成一个大教会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很不容易的事情 有多少的矛盾 多少的争执 多少的挣扎 各位从不同教会来的 我自己也是从一个教会里面长大 不是那个小教会 后来我就到一个比较大的教会去了 然后我也做了 等于是主则长老 就是或者你们这里主任牧师 做了十几年 很不容易 那个人事的问题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知道 哪个教会来的 我请你帮忙 请你尊重你们的主任牧师 跟主任长老好吗 不要再找麻烦了 把那个时间弄去 跟神有你我的关系 因为世界是要写给我你关系的 我们不花时间在这边 我们做很多别的事情 你在洛哥教会里面会有名册找到你的名字 你不见得 是跟神有你我关系的 你有关系 你这样子的一个人 可能你在别的教会名单上都找不到 对不对 你可能还没受洗 但是你跟神已经有我你关系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个人和神的关系到底是我你的关系 还是你依附在一个家庭 一个小组 一个团契 一个教会之内 是我们大家跟神的关系 我这样说并没有说教会不重要 我没有说 而且我觉得教会是唯一在地上 我们信耶稣基督之后 需要进入的 看得见的地方 信的教会 以及宇宙性的教会 那是自然进去的 我没有说小组不重要 小组才让我们变成一个可以彼此相爱的 我所要强调的事情是 神到底是我个人的神 还是我所属团体的神 实界的形式 显示出神要与他的百姓 是我你的关系 这个让我们很安慰 为什么呢 因为在你有生之年 你很可能在一个环境很差的环境 你可以在环境很差的环境 现在你们美国可能有些人很受苦 可能有些人 特别是心里面有很多伦理 道德 政治 公平 正义的人 其实他很痛苦 在你们这个时代 你也有可能处在一个 你们教会很软弱的光景 那我们个人能不能跟你 就是神 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呢 因为神说 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 所以神跟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到底是不是依附在一个小组 你知道当我们很少提到 你神的时候 我们的信仰是越来越不纯 我这样讲 我用一个不是很好的比喻 我们只有跟神的关系 我们常常会说你 你刚才有没有听 那个余弟兄他说 我跟神说 我耍赖 跟谁耍赖 你跟别人耍赖 谁理你啊 对不对 他的意思 他跟神耍赖嘛 你看 这个大卫也是 大卫为什么后来神喜欢他 其实有一个原因 他把神 他虽然做了很多坏事 他把神都当成你 可是很多好人都把神当成他 我做一个讲员 我做一个讲员 你猜 神在我里面 比较多是他还是你 还好你们都戴口罩 你们也不敢讲 对吗 我做一个讲员 我做一个教会的牧者 我一天到晚告诉弟兄姐妹说 你要这样 你要那样 你怎么样更好 你怎么样不好 或者我所认识的神 或者我所做见证的神 你知道我在跟你讲 我认识的神的时候 他是他嘛 对吗 我 你 他 对不对 所以我在跟你讲他的时候呢 是我他的关系 当然我他的关系 可能有我 你的关系 可是你觉得 会不会我们 我他的关系越来越多 我你的关系越来越少 听得懂吗 你听懂我下次再来 真的 真的 不然的话浪费你的时间 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 在这边 神说我 然后又说你 然后说我怎么样 然后你怎么样 神都把我们当你 我们从来不把他当你 我们就把他当他 你不要觉得 这个差很远 我常常 我在教讲道学 我在教讲道学 我常常问我的学生 神到底是你还是他 我常常问我的学生 他们在预备讲章 我就问他们说 神到底是你还是他 你知道他们常常 后来我学生做久了 他们都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预备讲章的时候 我们老把神想成是他 因为等一下我要去讲他 下个礼拜我要讲他 我要怎么样讲他 讲得让他们明白 可是我们却从来不跟神来往 因为没有你 你要知道有你跟没你是差很多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实戒神说是他和我的关系 所以倒过来 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 就是我你的关系 如果这一次 你知道哈 你们实在是蛮可怜的 真的 早上有这么多的聚会 下午有聚会 晚上有聚会 我真是不知道你们记得什么 所以 你知道我们做讲员做久了 我做了四十年的讲员 我已经不灰心了 因为你们不会记得我们说什么 只有我们自己记得我们说什么 我希望如果你这次聚完会之后 还记得这一句话就好了 我要增加我你的关系 诗篇第二十三篇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他 领我在青草地上 他 领我在青草地上 使我躺 可安歇了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异路 我虽然行过死硬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 你与我同在 刚才不是他吗 怎么变成你了呢 因为走过死硬幽谷的时候 只能喊你 你们可能没有走过死硬幽谷 走过死硬幽谷的时候 不会说他的 我讲的他都是神 当你在青草地上 可安歇了水边 灵魂苏醒的时候 永远是他嘛 什么时候你会跑出来 走过死硬幽谷的时候 所以亲爱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困难是神 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讲这个话 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困难 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因为只有在困难 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 才会叫你 但何必这么贱呢 我们为什么不常常说你呢 因为人就是没办法 逼得没路走 才会说你 如果这一次大会结束了 你更多会说你 而不是跟别人讨论他 所以为什么我这一次说 他 我之间 因为我要让你知道 神一直想把我们当成你 我们却一直把他当作他 求主恩待我们 我们看第二个重点 看第二个重点 神的拣选和人的接受 创设了人与神的关系 世界的颁布和人的遵守 维持了人与神的关系 我们前面提到 世界的形式显示出 神与他的百姓要建立是 我与你的关系 意思是 他和百姓的关系是 维持在世界上 换句话说 人遵守了世界 他与神的关系就良好 人若不遵守世界 他与神的关系就不好 这样的说法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 从出埃及记 第二十章三到十七节 看出来 我们也可以了解 神说你要这样 你不要这样 你这样不好 你不可做这个 不可做这个 你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可是 所以我们就说了 神的 世界的颁布 和人的遵守 维持了人与神的关系 在 二十章的三到十七节里面 世界的颁布 和人的遵守 维持了人与神的关系 但是 人跟神怎么会有关系呢 我们昨天已经讲了 那是创设出来的 那是第一节 第二节来的 第一节第二节 这样讲 我们一起来读 第一节第二节 预备 请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 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 为奴之家领出来 这两节归纳起来 我们可以说 神的拣选和人的接受 就创设了 人跟神的关系 神的拣选 和人的接受 我们昨天用了两个英文 一个offer 对不对 一个acceptance 对不对 就是我承诺了 你给我这个机会 我说我要了 所以你知道 所有的事情 最重要的都是 yes I do 对吗 结婚的时候 也是yes I do 跟神的关系 也是yes I do 如果你要去考 我是不知道你们 美国国籍怎么拿 我不知道啊 他可能要你宣誓嘛 那个宣誓就是 他offer你一个机会 你宣誓说 我愿意成为 美国公民 acceptance 你说yes I do 我愿意 这就是创设 创设的关系 会带来 需要维持 对吗 创设的关系 需要维持 请问 你们拿了美国护照的人 交不交美国税 你知道为什么 现在很多人 要放弃美国国籍了吗 因为他追得太凶啊 全球追啊 追到后来 你只说我受不了了 我这个海外收入 要报回来 结果你 税卡得这么重 我都没办法活 我不要了 很多人不要了 你要交税啊 真正打仗的时候 万一争兵争到你 你说我不干啊 那个时候来不及了 因为你跟他 有一个义务的关系 维持他的关系 你要遵守美国法律 你说我在 我们别的国家 都不是这个样子 怎么在你们这里这样呢 要维持那个关系 因为你已经创设了 那个关系 我们跟神也是这样 所以在有形的人际关系上面 也都是如此嘛 你先创设一个关系 你就要维持那个关系 夫妻创设的关系 对吗 要不要维持的 先生要有先生的样子嘛 太太要有太太的样子嘛 我现在终于知道 我还是喜欢做上海人 你死相啊 对不对 这多好啊 要是一死了之就好了 可是呢 问题哈 这个弟兄比较难 是不是 你们都没有听过 那个男朋友的 跟女朋友说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我愿意为你而死 那个女的会说 我愿意嫁给你 我愿意为你而活 你觉得哪个比较容易啊 死多容易啊 一死就白了了 对不对 死很难 活更难 对吗 所以要维持 夫妻的关系要维持 父子的关系要维持 所以我们有创设的关系 也有维持的关系 神在颁布实践以前 就是那个维持的关系 他先说了三句话 在这里啊 耶和华吩咐这一切的话说 第二节 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 这有两个句子 一个是我是耶和华 第二个我是你的神 第三成将你从埃及地 维奴之家显出来 第一 神再次介绍 他自己是谁 他说我是耶和华 这是既他在摩西 出埃及记第三章 自我介绍之后 他向摩西介绍自己之后 再一次的自我介绍 他说我的名字叫做耶和华 耶和华的意思是 我是自有永有的 这个名字是我存在 我本来就存在 而且我会一直存在 我不仅是一切的源头 而且我能成就一切的事情 他说我是耶和华 他说你的神 神说明自己和应遵守 十戒人的关系 说我是你的神 因为要签contract了嘛 对不对 他自我介绍说我是谁 我的名字是这一个 然后如果你签了以后 我就是你的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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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创造你 我保护你 你属于我 我拥有你 这是一个宣告 神说我是你的神 对我们是天大的宝藏啊 对不对 还有谁比神更大 他说我是你的神 这也表达了 谁愿意做我们神的意愿 他表明了 他不仅创造人类 也愿意做人类的神 而谁愿意签约进来呢 当然当时摩西一签 就是替众人签 可是你后来看了 详细看那个条文 哇 原来还不是一个包裹式的 它是一对一的 它是一对一的 第三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神曾经在这些人身上 做过什么事呢 他说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 是我把你领出来的 我领你出了埃及 我带你过了红海 我把你从埃及人手上救出来 让你成为自由的人 因为这个缘故 神就说我愿意和你创色关系 你愿意吗 那如果你昨天有来聚会 我前面讲了 昨天我一个经文写错了 应该是二十章的 十八到二十一 是最后那一段 我是先把最后那段讲了 我把这段抽出来今天讲 其实把这段现在讲出来 就是那个合约 那个契约 那个contract的内容 然后百姓说要不要 问他说你要不要 所以神是offer 然后把那个契约给他们看 说就是这样 要的话就签约 你签上去 这约就成了 如果我们清楚这个顺序 我们就会发现 原来神和人的关系是 他创色了他和他百姓的关系 而且经过你同意 然后我们就有了关系 神说 然后我就这样对待你 然后你就那样对待我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好的关系 要继续地维持 继续地维持 在这里我们也需要知道 我们简单讲一下 我怕有的人误会 神的拣选跟人的接受 其实是一体的两面 神在万古之先 就已经拣选了我们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被拣选呢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真正的是被选上的呢 从今天我们的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的相信 跟接受主耶稣基督 做我们个人的救主 是我们这边的接受 我们这边的接受 人的接受 显明了神 拣选的真实性和确定性 那这段话 如果你听了 这个没什么感觉 就不是为你讲的 因为有些人 对于神学 很有意见 所以我就简单讲一下 神学的background 你不听都没关系的 反正你接受了 那一只神的儿女 创造出来就好了嘛 对不对 我们当中 都有父母生的吧 都有 都有 来 你父母生你以前 先经过你同意的 请举手 没有嘛 你的性别是你选的吗 你的国家是你选的吗 你的国籍是你选的吗 你姓张姓王 姓李 姓蔡姓赵 是你选的吗 不是啊 我们就生下来了 我们就生下来了 所以我们就 创色了那个关系 今天也是一样 你不管怎么样 你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 你就信了耶稣 OK了 够了 那但是有些人不行 他非要搞清楚 祖宗八代是怎么把我生下来的 那你就努力去做 但是我就劝大部分 就不需要做这个 你还不如把那个时间 去弄我你关系呢 反正已经有人拟我 我们就彼此相爱吧 但是有的人 当然他蒙召 研究神学的 就让他去研究 我们蒙召跟神相处的 我们就跟神相处 但是这个创色的关系 跟这个维持的关系 非常重要 没有创色 维持也没有用 因为这个缘故 一个与神没有关系的人 遵不遵守 世界都无关重要 实戒不会带来永恒性的好处 对他 因为他根本没有跟神有关系 当然他也不会带来什么坏处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是神的子民 应该有实戒 不是神的子民 你不必期望他守实戒 你知道像我们这种 从小喜欢正义 喜欢公义 打抱不平 什么都觉得很重要的人 后来做了基督徒很辛苦 因为不知道到底要不要管这个世界上的事 对吗 要不要戴口罩 光这个议题咱们就炒开了 是吧 要不要打疫苗 到底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我告诉你 你哪里痛我往哪里搓 到底我们是什么事该我们做的 什么事不该我们做的 到底是这个总统好 还那个总统好 我发觉今天基督徒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一直要管那些不需要遵守实戒的人 要他们遵守实戒 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吗 你先帮他把关系创色出来 他关系都还没创色出来 你跟他讲这些都没有用的 所以我也劝很多弟兄姐妹 你已经跟神有关系的人 我没有说不要管政治上的事 我年轻的时候想做政治 后来想开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二十岁 二十二岁就到台湾的立法院工作 终于看清楚了 他们都是骗我们的 你千万不要相信 共和党跟民主党有对着干 他们是合起来干我们 你相信我 我二十几岁就在立法院工作 打那个半死的议场上 出去两个人是没有人看到 手勾着手的 男的跟男的 我不是讲同性恋 你不要误会 就是好朋友嘛 可是出来讲话一定要那样 他们讲的都是满口政治性的语言 后来我就觉得政治不能弄 我就去大学教书 后来我去大学教书 我就发觉我真的弄不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觉教育只能教外表 不能教里面 后来我就放弃了做大学的老师 去教会当牧师 我就专心地牧养教会 后来我就牧养牧养牧养 到后来我就发觉 我没有对教会失望 教会是永远不会被失望的 因为他是上帝的 可是我后来就花更多 因为我年纪越来越大 我的范围就越做越窄 我现在其实很少讲到 很少讲到了 因为我就尽量不接受邀请 因为我觉得那个分掉我很多的时间 我大部分时间去做一些陪伴的工作 陪伴的工作 可是我们很多人就花很多的时间弄政治 如果你我你的时间够多了 你还去做那个没有关系 如果你我你时间不够 你其实做那些事情是本末导致 本末导致 你不太可能 我这样讲一定有人不同意我的基本理念 不过我就是告诉你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多花时间在跟神的互动上 我讲到这个绝对不是八股 绝对不是八股 不是讲那个好听的 不是 我们其实应该来更多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那些人不真正相信神的人 你跟他讲那些是讲不过去的 你跟他讲同性恋 你跟他辩论是没有用的 堕胎 有投票的机会一定投 因为你们在民主国家 对不对 我每次投票都投啊 可是投了我的 我投的对象赢了 或者法案过了 我就很高兴 一天就好 因为表示我竟然在多数人上面 我看法一样这样 但是如果我输了呢 有什么关系 我也不能改变这个世界 我只能改变我自己 对吗 我只能爱我周遭的人 所以一个跟神有关系的人 应该要一直保持跟神有一个维持的关系 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 第二点 第三 第三 好 第三 十戒规范了人与人的关系 再后 十戒却规范了人与人的关系 再前 十戒里面 有 稍微了解的人都知道 十戒就是神像 他百姓 当时的百姓 说的十句话 我们通常称为十条诫命 这十条诫命当中 后六条规范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前四条规范了人与神的关系 我们看一下后六条 后六条 十戒规范了人与人的关系 再后 却规范了人与神的关系 在前 对不起 我刚才按到了 这样 好 我快快念十二到十七 好 十二到十七 当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 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奸 不可奸奸人的房屋 也不可贪奸人的妻子 普贝 牛鲁 兵胎一切所有的 这里面规定了人与人最重要的几件事 我们今天不仔细说明每一条 因为我说我今天要讲 大的概论 不讲那个数 我只讲零 我们可以发现到 现在各国的法律所规范的 人与人的关系的基础 都跟这几个有关系 人类从渔猎时期到游牧民族 到农耕时期到农业时代 工业时代 到最先进的科技时代 这些人伦关系 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当然了 随着时代的进展 现在有什么个资法 以前哪里有个资法 对不对 个资法 以前谁要别人的个资啊 现在问题是 你的个资是真的不可以给别人 对不对 不然你什么都没了 就你的个资不能给别人 什么专利法 以前有什么专利 以前我们念大学的时候 能念专利法的人 是我们最看不起的 你知道吗 厉害的人都要念刑法嘛 要念民法嘛 基础法嘛 他们去念专利好 专利法 后来搞错了 人家赚的钱是我们的几十倍啊 因为专利商标才重要 金融次序法 许多技术性的法规或许不一样 但它的基础还是这一些 后面的六条 而人和人之所以能够有对的关系 其实是前面四条 是前面四条 是因为人和神有对的关系 前四条我们也不仔细讲 无论怎么分段 这段经文里面都在说明 人和神之间应有的关系 从世界的安排顺序 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只有当你与神的关系越正确 你与人的关系才会正确 只有当人与神的关系正确了 人与人的关系才有可能正确 那这个是世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 因为人外表的行为 都来自于内心的想法 我们虽然偶尔有过失或虚伪或虚假 如果你只要稍微放松 你外面的动作 就是你里面心理的反应 对吗 你很hold住 那当然有办法了 对不对 但只要你稍微轻松 你外面的行为 就是你里面真实的反应 因为这个时候 因为这样的缘故 所以里面很重要 也就是我们内心的层面很广 有些思想不是在意识中 可能来自于下意识 甚至是潜意识所发出来的 但无论如何 一个人外表有怎么样的行为 几乎就是他内心所想的 因此人和神的关系最为重要 我再说一次 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没有理清 你外面是很难的 但是后来我一直告诉你说 要去处理我 你关系 神永远不要把他当成他 这个是所有讲员跟牧者 跟教师的麻烦 因为我们讲久了之后 神会从你变成他 讲久了之后 神会从你变成他 我神关系越来越少 我讲神的事情越来越多 这就帮助我们 我们在这方面能够明白 我年轻服侍的时候 我年轻服侍的时候 因为我是从很年轻 就爱行公义好怜悯 你听得懂吗 爱 但很难存谦卑的心 那就别想与神同行了嘛 所以我就自己做很认真 我做好 做对 然后不仅要影响别人 所以在教会里面服侍 我就也管别人 也就用服侍的标准 也劝别人 一方面自我要求很严格 一方面我看别人 你也要这样 你也要这样 他就很喜欢管别人 美其名是爱主爱人 对吗 你没有发现教会很多这种人 你是哦 那我跟你一国的 但是随着年龄 我渐渐明白 外面都是出自内心 所以我就想知道 为什么我里面会这样呢 为什么我看这个人也不顺眼 看那个人也不顺眼呢 所以我常常就问我自己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我常常问我自己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那因为我问我自己 就是我我关系嘛 对不对 然后我我关系之后 还有一个 我是属神的嘛 因为神说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嘛 所以我有时候也就跟他讲 然后后来 我我关系跟我你们关系 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后来我就发现 当我里面真的改变的时候 外面就慢慢改变了 注意听啊 当我里面改的时候呢 外面就慢慢改变了 当我里面不改变的时候呢 外面慢慢的 也不会改变 我可能修养会更好 我可能会hold住 可是我的里面还是叉叉叉 对不对 因为我修养好了嘛 所以里面的关系 还是要先处理 如果我们能够规范 里面的神跟神的关系 我们弄好了 那我们人跟人的关系 在后面就弄清楚了 我到后来又发现说 原来里面还有更深的东西 更深的东西 我1999年到南欧去服事 到南欧去服事 南欧就是西班牙 意大利 希腊 这个葡萄牙 南欧 广义的南欧包含法国 但是法国有时候不承认 自己是南欧了 南欧 但是呢 德国 法国 英国跟北欧 跟那个所谓真正的南欧 有不太一样 我92年94年 就在上半部服事 到99年 我才到下面南欧去服事 我第一次去南欧的时候 很惊讶 因为南欧真的很特别 因为南欧曾经是天主教的 最大的地方嘛 对不对 可是也被回教攻占过 所以他们里面 很多冲击的思想 哇 我很喜欢 然后很丰富 很有意思 我刚去 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就很有兴趣 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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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带我去看这个 他就说 我这是什么东西 他就问 可是呢 那个时候是中国人 在那时候最有钱的时候 我看了什么 什么就是我的了 不是故意的 我就说 这个是什么 他说你长老没看过吗 他就跟我解释 哦 我就放回去 然后我就走了 他们就把它买起来了 就送到我的旅馆了 哇 后来我就发现说 我不能到处乱看 你听不懂吗 因为看了就变成我的了 我就很害怕 我就很害怕 然后因为我从小就要做传道人嘛 我就对自己对付的比较多一点 就不可贪恋 不是叫你说背了十戒 对不对 不可贪恋人的 别人的房屋嘛 对不对 也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嘛 那贪恋别人的妻子比较麻烦 贪恋别人的房屋比较容易嘛 是不是 所以我就从小就要克制自己 不贪恋 后来去一次两次三次 有一次我就带我太太去 带我太太去的时候 那我太太就说她要去买东西 我说别卖了 我说那些人你一看他就买给你 我说不要了 后来我太太就说孩子还小 我们总得带一点新奇的东西回去 我就叫那个开车带我们去 去那边我们要下车 我就跟 他就说他要下去陪我们 我说你不需要 你把我们丢在这里 两个小时后来辟告我们 他就说我一定要陪你下去 我知道这一下去呢 我什么都不敢买了 对不对 不然我就说那你先走吧 他就走了两个小时后来接我们 哎呀我看到一套西装非常好 那个时候我身材苗条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英俊 没有了 然后我就看到一套西装很便宜 因为打折啊 便宜倒不行 那个时候还是用西壁 Pesetas就是那个西班牙钱啊 还没有进到真正的欧元 他们的重叠时间蛮长的 后来我就买了 他就裤管太长了 要折起来 他要缝 缝了他说你先回去 然后过几个小时再过来拿 我就赶快赶快 后来接我们就回去了 后来因为我要讲到 我就跟那个弟兄说 我的裤子在那边怎么办呢 因为付了三分之一的钱 然后他就说 那我叫我太太陪你太太去拿好吗 他说好我就去 我就让我们两对夫妇就站在一起讲话嘛 我就跟他先生说 我先跟你讲好 我们还有三分之二的钱 没有付 所以你一定不可以替我付 我才让你太太 带我太太去拿裤子 拿衣服 西装 他先生就跟我说 那当然了 你说了我们就听了嘛 好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我太太就跟他去了 我就上去讲道了 回到家要走了 要整理衣服 我太太就说 你的西装收起来 我收起来 我收的时候呢 我太太就跟我说了一句 就说钱还是他付了 我有点生气 我就看着我太太 我说不是告诉你说 不要拿人家的东西 我告诉你 而且我也告诉对方了 他就说 我讲得过人家吗 人家讲西班牙文 我们也不会讲西班牙文 人家拿卡出来 然后讲了个半天 你怎么跟人家吵架 后来他就说 所以对方就刷了卡 就把裤子拿 我就确定我太太没有贪心 然后我就把那个西装放进去 然后我就在盖那个盖子的时候 我突然嘴巴冒住一句 早知道就买两套 早知道就买两套 你知道我一讲出来 我吓一跳 我愣在那个地方 我说怎么会有这一句话呢 你知道那个叫做潜意识 原来我还要那个东西 如果是我想要 把人家弄进来的 我们已经没有了 可是如果别人要送的话 那越多越好 阿门不阿门啊 不敢阿门了对不对 所以咯 所以我你关系 我你关系没弄好的 我人关系不容易好 要不要再听一个故事 超过两 快再三分钟而已 要不要再听一个故事 是你们说的 不是我说的 再讲一个故事 我对我自己的内心是很谨慎的 然后常常弄到神经分裂 精神分裂 2004年我第一次来参加你们 纽约灵敏精神会 在那个叫什么 什么什么 Hofstrasse 就那个地方 那我一进去就看到 那个神保罗牧师坐在那边 他那时候已经都差不多白发了 我看到他就好高兴 我说神牧师 我就过去 他就看着我 就说 哦你来了 这样 我就跟他聊天 我非常喜欢他 为什么 因为他是我的老师 我1992到1994 他教我讲道法 而且是一对一的教 一对一的教 所以呢 把我修理的 真是非常的凄惨 所以在他追思礼拜 他们让我去跟他讲几句话 那我们在那个追思礼拜的会场呢 讲得又笑又哭的 他的家属都在 那因为周公和老师也讲 然后我 然后还有寇沙恩 我们几个讲 跟那个神保罗牧师的故事这样 他就在坐在那个晒太阳 我就坐在他旁边 他很喜欢我 他就问我 说说 你现在讲道讲得怎么样啦 他就问我 我怎么敢讲 对不对 我就说 我很努力 他就跟我说 他说 我听说你现在讲得可以了 你到我的教会来讲 谁要就他教会讲道啊 他坐在下面 我还能讲道吗 对不对 他就说 你讲 然后就告诉我说 就是说 我要给你一个日期 你就过来 他们这种老人家讲话 是没有让你反驳的 他就跟我说 2005年9月 我都还记得呢 2005年9月30到10月1号 10月2号 9月30到10月2号 在我们教会讲道 就说 好 就去了 在香港 还有几个教会的联合部导会 联合的培灵会 快要去之前 他的同工的写给我说 沈牧师人在洛杉矶 他会赶快来参加最后一堂 前两堂的培灵会 他不在 我高兴死了 这不是太好了吗 他不在 那么我就开始讲两堂 讲两堂 第三堂是主日崇拜 前一天 大台风 从洛杉矶起飞的飞机 要先到台北转机回香港 还要这样 这样 对不对 因为那比较便宜嘛 第三国的国家的航空器 就便宜 就这样 然后呢 就起飞了 后来就是台北一直无法降 台北一直无法降落 因为台风太大了 台北就没办法降落 所以他就降落到香港 我就高兴了 你听得懂吗 因为他不能下飞机 他必须再回香港 再回来 这样就主日崇拜时间就过了 哇呀 就高兴啊 然后就心里面 心里面高兴 说主啊 谢谢你怜悯我 后来 到礼拜天晚上 礼拜天早上 礼拜天晚上 他们就跟我说 沈牧师好像回来了 我都怎么会呢 原来他的 他的那个女儿 Betty是一个医生嘛 就跟那个航空器 就是跟那个航空器 一直交涉 所以我爸妈年纪这么大了 我们destination就是这里 然后你又不让我们下飞机 反正他不知道怎么弄的 其实这是不合法的 你知道吗 他怎么弄的我不知道 他下了飞机了 他下了飞机了 所以呢 礼拜天早上 我就听到沈牧师回来了 我就想说 哎呀 怎么办才好 他的同工就跟我说 沈牧师回来了 你要不去看看他 那当然了 我就进去他的房间 看他 沈牧师一脸的疲倦 就跟我说 好了 等一下见 你到礼拜堂去 他说我很累 我再休息一下 你到礼拜堂 我就到礼拜堂去了 然后我就先回去了 然后我再去礼拜堂 你知道我到礼拜堂 他已经坐在那里了 他坐在那个门口 很明显的地方 坐在那个 我一进去看 他坐在那个地方 我当然就快步 驱前过去 你们知道沈牧师 他外表看起来不凶 你要是做他的学生的话 他就是老一辈的 那个就是把你打得半死 那个寇绍恩牧师 是最赖皮的 每次他一讲他 他当场就哭 这样子 我就跟寇绍恩说 你为什么要 然后后来我上去 他就说 他说李建人 你就是笨 沈牧师就是 你一哭他就软了 所以寇绍恩就用 这种赖皮的方式 那我们就硬碰硬 那天我一进去之后 沈牧师就看着我 我西装也穿了 他西装也穿了 他坐在那边 我过去 我说沈牧师 他看了我 你不希望我回来 对不对 第一句话 我说 我说 我说没有 他说你还说 你心里有没有想 你很希望我不要回来 我就说 沈牧师是 你知道这种老人家 你不要骗他 他很厉害 我就说对不起 对不起 他说你好好讲到 我说是 他说 后来我就 我就说 老师其实是这样 你坐在下面 我讲不出来 他那一番话 我一辈子记得 他跟我说 那我不回来 你就不好好讲吗 我说好好讲的 他说 所以我坐在下面 你就讲不出来吗 我说 讲不太出来 他说 所有的讲道 必须在 还没有上台之前 就完全预备好 你不能再上台来 再想办法 他说我在下面 不在下面 你讲的不是应该 一模一样吗 那我说是 我就说 可是我看到你 就很害怕 因为他修理我们的时候 很惨 他都是一对一的修理 所以别人都看不见 他骂你 简直那个话 就是上海人 他是宁波 骂人 就是挖到你里面去 那羞辱你 这样 我就跟他说 我很怕老师 这样 他跟我说 所以你讲道 只怕人 不怕神 他说你知不知道 你每次讲道的时候 耶稣都坐在下面听 你连他都不怕 你怕我 你知道 从那时候到现在 我没有一篇讲道 预备 不超过三十个小时 因为 我们就是怕人 他说 你讲道 是你跟神的关系 你在别人面前 卖弄什么 你在别人面前 卖弄什么 我在跟我不在 就有差别吗 耶稣在不在 有没有差别 他说 我很抱歉地告诉你 耶稣每次都在 所以你就怕我不怕神 神牧师大 我四十岁 从那时候开始 我每次讲道 都非常战精 你知道这四天来 我这边讲道 我在别的地方讲过的 我根本不敢离开房间 再三地读 再三地祷告 因为 耶稣就坐在下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我做一个讲员 我必须要看重 人与神的关系 之后我人与人的关系 就好了 最后 十戒主要是禁令 避免 人与神的关系 被破坏 写下来就好了 只有少数是 当为 以让人得着神 更大的恩典 写下来就好了 十戒 有十戒 那我现在不讲那个 其实十戒有两种分法 那先不管 但是前四戒是属神的 跟神的关系 后六戒是讲到 人的关系 其中只有两个是 你应该怎么做 其他的八个是 你不可以怎么做 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呢 神已经爱我们 无限制地爱我们 因此我们最重要的是 不要破坏我们跟他的关系 已经建立的 不要破坏 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今天讲到这边 不能再讲了超过时间了 超过时间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求你 让我们看见 原来十戒 不是只给 当时的 希伯来人 当然 在历史的时空里面 你是这样做 但我们事后看 原来发现 你不仅给他们 也给我们 原来耶稣基督 也在十戒里面 虽然我们今天 没有提到 我们就知道 原来这个中宝 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求你自己 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听我们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